中共在俄乌戰爭的一開始就不斷為俄羅斯鼓掃 為俄羅斯的侵略行徑壯膽氣 當中共的這一筆光彩的做法引起國際社會的極大反感後 中共似乎表現出有些收斂 還好稀有地報導了一些來自烏克蘭方面的消息 國際社會包括烏克蘭立即注意到 並表達出欣賞的姿態 希望中共向客觀報導的方向繼續前行 但是武裝幾天 胡理美巴就又露了出來 一方面由海外大外宣環球時報 鳳凰衛視等繼續鼓掃什麼 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暴行是假的 查連斯基是演員等等 繼續為俄羅斯開脫和打氣 這些還不算 新華社還以為侵略戰風點火的力度不夠 還在3月31日至4月2日繼續 連續發布了關於俄烏戰爭方面的三篇系列評論 現在 我們不妨亦來讀一讀他們的第一篇評論是怎麼寫的 這個第一篇評論的題目是 新華國際時評 美國從烏克蘭危機中陣火打劫 俄烏中特系列評論之因 我們先從這個題目看 他直接評擊美國 我們就要問 與美國斷交? 以後去不去美國訪問去? 還要不要應邀和美國元首通電話? 中共的這些高官們在美國的子女存款豪宅 不怕有閃失嗎? 顯然他們是為了幫助俄羅斯站台這些他們全然不顧 再往下看 他的編輯案說 俄烏中特爆發已經一個多月 一個多月來 美國政府和媒體 《韓蟹一氣》 在挖來問題上對中國橫家指責 顛倒黑白 混淆是非 造謠污衊 企圖轉移視線嫁禍中國 是可忍屬不可忍 新華社 特波發系列評論一共六篇 目的在於澄清事實 回擊美方的不實支持 揭露美國挑起戰爭 從中牟利的霸權主義本質 原來一共六篇 還有三篇還未出籠呢? 他這裡說 美國政府和媒體韓蟹一氣 美國政府和媒體如果不韓蟹一氣 就壞了 這就沒有正義感 是是非不分了 應該說是你中共的後洩 中共的政府與侵略者韓蟹一氣才對 顛倒黑白混淆是非 造謠污衊 企圖轉移視線嫁禍別人的恰恰是中共自己 你說美國挑起戰爭 從中牟利的霸權主義 這個恰恰是你中共正在做的事情 我們看到 自從俄羅斯發動侵略戰爭以來 俄羅斯境內的許多人都公開表示譴責侵略戰爭 一名霸俄穆斯 因車上貼了惡蘭請原諒我的貼紙 就被拘留以及被罰本500美元 很多俄羅斯民眾在莫斯科 丁皮特堡等大城市 爆發反戰示威遊行 卻被阻止和驅趕綁架 思想壓制言論自由 和民眾表達權的做法 是否從中共那裡學來的 為甚麼不敢讓人們表達不同的聲音 在中國大陸 很多正義人士亦不畏強暴 表達對中共腐敗政權的評擊 正如一位作家說 尤家走到世界最貴 樓市走到天下第一 行政走到亂象重生 司法走到刻不見底 經濟走到壟斷暴利 教育走到誤人子弟 醫療走到謀財開命 稅收走到劫貧制庫 財政走到福利全無 權貴走到美籍綠卡 環境走到全國霧霾 食品走到無比惡毒 科技走到三寨抄襲 如果這些是正道 誰告訴我邪惡是甚麼 還有網友說 中共支持的我堅決反對 例如他們支持俄羅斯進侵烏克蘭 因為我不相信中共會支持正義 就這麼簡單 說美國趁火打劫 美國及西方國家是看到弱小的烏克蘭 被俄羅斯侵略得就要亡國了 也看到烏克蘭人沒有屈服 還在頑強抵抗著 被這種精神感動了 無償的支援了很多財物等 相反我們看到在國際社會聯合抵制俄羅斯時 只有中共在大肆購買俄的石油 天然氣和小麥等 還大肆鬥獸武器彈藥 一些武器彈藥還有中國義烏生產的字樣 還有俄軍士兵使用中國產寶風 用UB-5R對港機 某保售價109元 多靠優惠 俄羅斯如果買一萬個 估計單價80元 就能搞定 雙段雙頻120順度 作用距離3至5公里 採用國際高標準技術製造 微音消除 通話清晰 帶來專業的音質享受 中共可是在烏克蘭戰爭中 狠狠地大賺一筆大血的錢 我們再往下看它的內容 第一句話說 俄羅斯對牽動世界人心 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國際社會 都希望烏克蘭早日重歸和平 當然這句話也沒錯 中國人民是與世界人民一樣 希望烏克蘭早日重歸和平 你中共與中國人民的想法是不一樣 不要混淆概念 如果說你中共亦想讓烏克蘭重歸和平 那你為甚麼還要做俄羅斯的堅強後盾 又簽訂單又援助武器彈藥 包括給俄軍提供簡單的 二拉罐食品等物品呢 為甚麼不譴責這種侵略行徑 反而為其辯護呢 為甚麼不勸阻這場侵略戰爭 歸還烏克蘭被佔領的巴頓斯和克里米亞呢 從新華社的文章看 他每一句話都是謊言 每一句話都在顛倒黑白 混淆是非 還說甚麼烏克蘭今日的戰火 導火線是由美國埋下的 長期以來為了圍堵俄羅斯 美國製出兩大手段 一個是北約五輪東礦 二是俄周邊大搞顏色革命 說到這裡 先來看看他的這幾句話 他說美國埋下了一道火索 原因是美國在俄羅斯的周圍大搞顏色革命 人們都知道 所謂的顏色革命就是國際社會上的一些專制國家 長期的腐敗使民怨沸騰而爆發的和平示威等 最後導致腐敗政權 實現最少流血的更替 這是好事 但是中共將它說成是壞事 而且最怕顏色革命 還與那些專制腐敗政府 執政的國家搞甚麼一帶一路 都要特別強調反對顏色革命 就是因為俄羅斯周邊一些國家發生了顏色革命 就成了其要發動戰爭的藉口了 中共不是就是這個邏輯嗎? 講白了 中共如此混淆黑白顛倒是非 不是就是怕它自己被顏色革命衝擊 而失去它魚肉百姓的權力嗎? 這是中共赤裸裸的強盜邏輯 是要達到維護中共的專制暴政統治得以延續下去 再往下看 新華社還說美國火上招遊 說甚麼俄烏衝突爆發後 美國一邊口口聲聲反對戰爭 一邊向烏、遞刀子 頻頻給烏方提供各種武器裝備 打造對俄制裁統一戰線 鼓動西方國家民眾 加入烏方建立的所謂國際反俄戰隊 美方不擇手段 唯恐烏克蘭局勢降溫等 講到這裡 我們再看一看 明明是俄羅斯大舉入侵烏克蘭 在烏克蘭狂轟硬炸 殺死很多人 他的輕描淡寫 說的是甚麼和烏衝突 所謂的衝突是指兩個國家在邊境 你打我幾下 我打你幾下 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殺人行為 中共的每一句話都在幫助侵略者的侵略行徑掩蓋和混淆視聽 說到美國的帝都指 按照中共的說法就是 我入侵你烏克蘭 你們就應該逆來順受投降 不能夠抵抗轟炸你們殺你們 是正常的 你反抗是不正常的 美國給烏克蘭武器支持烏克蘭自衛 就是錯的了 這就是中共的扭曲心態和險惡用心 還在這裡嫁禍美國和西方社會 這篇文章最後還說 美國不僅從俄乎衝突中得到便宜 反而倒打一拍 處心積累地散步 中國贏家說 令人不恥 古人魂 玩火者必自唱 失德者必自裁 以美國這樣挑起戰爭 從衝突對抗中餘利的霸權主義做法 注定會受到歷史的審判 中共處處指責美國 克克應該指責的是它自己 引用古人的話 斷章取義 中國古人的忠告恰恰系 針對中共的邪惡政權的警告 日前 俄羅斯在烏克蘭報查實施的大屠宣 再一次震驚世界 據Babel的主編史匹林報道 一些在基庫地區 查布和伊耳平 被俄羅斯侵略者殺害的兒童雙手被綁 這是反人類的酷刑 此外 在一個十歲以下的女孩身上 還發現了強姦的痕跡 由於俄羅斯的暴行 在烏克蘭基庫西北部的布查鎮 已經成為露天墳場 在大街上隨處可見被俄軍射殺的平民 這一慘狀 衛星在高空都拍下來 這就是屠城 這一暴行 面對國際社會有理有據的指控 俄羅斯辯解說 他們槍殺的是烏克蘭便衣士兵 不管怎麼說 俄羅斯還是承認了殺人 但是中共的鳳凰衛士 還在幫助辯解說什麼 有兩種可能 要是澤連斯基是演員 他們在演戲 而是烏克蘭軍隊 槍殺了俄羅斯的烏克蘭人 可見 中共和他的媒體在爭眼說謊 對這一核人聽聞的暴行 俄羅斯必須付出代價 這一慘案可能成為一個轉折 國際社會將作出強烈的反應 甚至可能導致北約採取軍事行動 直接幫助烏克蘭趕走侵略者 但是就在這種情況下 中共常駐聯合國代表也出聲了 中共常駐聯合國代表將軍 罔顧事實地說 烏克蘭在報查大屠殺事件上 對俄羅斯無端指責等等 可見中共又一次顛倒黑白混淆視聽 站在屠殺者的立場上說話 由此看出 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這個問題上 中共公開做了俄羅斯的支持者 它起到的作用甚至比俄羅斯的侵略行徑更壞 最後 我們利用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的話作為結束語 扎蓮斯基說 一個多月過去了 我們正在戰鬥 在我們不想要的戰爭中 人民手裡拿著武器赤手空拳 人民奮起在鬥爭中贏得和平 讓數百萬人可以回來生活 如以前一樣生活 和自由的人一齊自由生活 與所有支持烏克蘭和和平的人一齊 好 到底 誰是俄羅斯戰爭的始作俑者這個話題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多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